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平时做手织布的研究 然后也做织物设计 同时也做织物染色 我是在第一次2016年去老挝 然后发现那边有一家 英国人和当地人合作的 纺织社会企业 所以在那边参加了一个纺织的课程 然后发现在老挝的手工织物非常特别 所以从那一年开始 就每一年都去老挝 寻访手工织物 老挝的手织物非常的真诚 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真诚 我们在2018年 我和我工作室的合伙人 一起去寻访老挝的手织物的时候 有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是 我们碰到了老挝时装周的 组委会工作人员 然后他们邀请我们去参加老挝时装周 然后当时我也答应说 我们可以带我们的中国设计师 去万象参加老挝时装周 我听说这边的一些带族阿拉乎族 都是属于跨境少数民族 他们和老挝那边的少数民族 也是有千字万缕的关系 所以他们在文化根基 以及在这些纺织剂上面和老挝是相通的 在那边的话就是基金服务 原来都是基金服务 这次杉杉带我去的是带族的村子 叫南本村 她带我去看的那个织布机 我看到我觉得非常兴奋 因为跟我在老挝看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同时我建造了一块 大概是90年前 他们织的一块棉的植物蓝染的一块布 跟我在老挝见到的 他们统群的面料也非常相似 我觉得不管是面料还是织布的记忆 他们其实都是文化表达的一种语言 所以这次在云南也看到了 和我们邻国老挝几乎同样的这些表达方式 在纺织上面的呈现 我也非常欣喜 我希望有一天 可以重返普尔的这些古村落 然后带着我们中国设计师和他们的作品 坐着火车去万象 赴老挝时装周之约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